大家好,今天我又把八卦刀拿出来了 咱们今天就说一个有关八卦刀的话题 大家也看到了,八卦刀区别于咱们常规的刀剑 它要比普通的刀剑尺寸更大,质量更重 而且关键,看见没有,它还是单手的 它并非这种双手武器 别看它又大又沉,用起来非常的灵活 现在网上有种言论说这种大型的器械 它只是用于表演,还有用于平时练功的功力训练 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 咱们这个八卦刀不但可以表演,可以练习功力之外 同时实战的时候也是非常好用的 下面咱们看一段视频 之前有评论说八卦刀它就不适合实战 为什么呢,一个是看到这个八卦刀很大 而且觉得它很重 行动不灵活,不适合劈砍 所以不适合在实战当中使用 但是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我在视频当中我并没有使用灰砍这个动作 咱们得详细说一下 对比着来说吧 就以这个八卦刀来说 普通的刀剑它的尺寸要比这个八卦刀要小很多 而且尺寸小很多之外 质量上要轻很多 你单纯的靠咱们这个臂力万力 你就可以灵活的使用了 但是八卦刀不一样 八卦刀不光是在尺寸上 比普通的这种常规刀剑要大很多 在质量上它也要重很多 你纯靠这个万力或者臂力 你是不可能灵活操作的 你呢必须要结合八卦掌的身法和步法 才能灵活的使用 然后这个呀 咱们就顺带说一点 就是之前上一期 咱们所提到的这个装弓 八卦刀每一招每一试 它呢都是以八卦掌的这个弓法为核心的 所以说它每一试跟这个装弓也是分不开的 咱们来举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装弓足够好的话 当对方向我攻击的时候 看到没有 我的这个兵器不会被对手轻易的这种拨挡出去 如果说我的装弓不够好 看着啊 对方 看到没有 很轻易的就可以把我的兵器打到一边去 然后给我造成威胁 另外呢 咱们还有一点需要说的 就是八卦刀不是表演刀 它呢也不是咱们训练用的 纯粹用来练功力的这种训练刀 不对 八卦刀是真真正正的实战刀 它呢在练习或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是跟八卦掌的功法相结合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当我们在互相进攻的时候 首先当对方攻击我了 看到没有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人借刀是 我刀随人转 我不管我怎么样去转动它 我都要以八卦掌的这个功法为基础 这是紧密结合分不开的 所以说八卦刀呢 有它自己独特的用法 是不能按照常规刀剑的方法来使用的 必须以八卦掌的功法为根基 然后结合八卦掌的身法和步法 才能够将八卦刀的技术充分的发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